文章来源爱上临港 优化营商环境内外资一视同仁 近日包括城投新港集团 临港投控集团等多家国企 已率先采购了一批特斯拉Model Y车辆 作为企业功能用车 这也是临港芯片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的积极响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7月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 会议强调要一视同仁 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要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 政府采购招投标等 特斯拉方面表示 从5月3月6月17日至6月23日这一周 Model Y销量均位列国内乘用车畅销榜榜首 在全球范围内 特斯拉也交出亮眼成绩单 7月2日 特斯拉发布的第二季度生产及交付报告显示 截至6月30日 该季度产量为41.1万辆 交付量44.4万辆 交付量环比增长15% 高于市场预期 其中 Model 3Y共交付42.24万辆 特斯拉方面还表示 公司在第二季度部署了9.4GWH的储能产品 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季度安装量 5年前作为中国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 特斯拉在临港芯片区的第一家海外超级工厂创下了当年开工 当年竣工 当年投产 当年上市的特斯拉速度和上海速度 这一工厂不仅将马斯克和特斯拉从产能地域中解救出来 也成为了上海和临港芯片区优良营商环境最有说服力的名片之一 5年后 特斯拉再次选择临港 2024年5月23日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 从洽谈到签约 即用时 一个月 临港速度再次增速 而这一年也恰恰是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十周年 2014年4月22日 特斯拉在中国开始首批交付 马斯克比什专程从美国飞来 亲手将钥匙交给第一批Model S车主手中 十年时间 两次接约临港 对于临港和特斯拉而言 是一场双向奔赴 临港芯片区党工委副书记吴小华早前 在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开工仪式上 曾这样表示 回顾历史 今天我有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与大家共享 特斯拉在临港五年发展的历史 就是与临港相互选择 相互成就的历史 在吴小华看来 促成特斯拉再次在临港投资建厂的因素 是多元的 毫无疑问 过去五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临港的体验 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过去五年来 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深度合作 结下的深厚友谊 一流的营商环境 和服务响应速度 此外 临港有临空港 尼海港的交通优势 助力特斯拉储能产品销往全球各地 临港背靠长三角的储能产业链集群优势 帮助特斯拉最快时间 最大力度降低成本 临港在保税加工 数据跨境 资金进出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优势 为特斯拉产品全球化 提供便利条件 临港芯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处长陆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则进一步提到 对特斯拉而言 其选择在临港做第二个重要的战略级项目 主要也是基于 临港本身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产业生态基础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储能产业链之间的重合度 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 特斯拉通过上海超级工厂 曾经成功从产能低域中跳出来 而如今 在储能超级工程快速落地后 想继续快速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 近年来 在当地培养形成的成熟产业链体系 是临港的一大优势 当然 在临港现今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上 特斯拉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功不可没 早间就有媒体报道指出 特斯拉效应 不仅对中国电动车市场而言 是一条链鱼 对新增设的临港芯片区而言 也是意义重大 临港芯片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归上工业总产值 增速排上海第一 总量排上海第二 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增长级与发动机 而在过去的2023年 临港智能汽车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用五年的时间实现了十倍的增长奇迹 在这背后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和上级集团 临港生产基地的带动作用功不可没 在两大龙头的拉动下 临港芯片区已构建起 涵盖汽车芯片 自动驾驶系统 汽车内饰 车身 新材料 精密加工等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生态 智能汽车产业也已成为芯片区经济规模最大 带动效益最强的前沿产业 在去年的高质量发展调研形中 上海市经济委方面也介绍到 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领先企业 为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 在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方面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极短的时间里 实现了零部件本地花率达到95%以上 带动了上游360家供应商 10万个就业岗位 及7000亿元累计订单 并帮助60家中国供应商 成功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商体系 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完善 技术提升 规模扩大 成本降低 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其实 特斯拉不仅仅是一家车企 更是一家整合了电动车 可持续能源 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技术的创新科技企业 五年之内 特斯拉两次选择临港 现今临港多家国企 纷纷采购特斯拉车辆 可以想见 特斯拉与临港的未来充满想象